动漫人物竹了几恐龙,十二生肖,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均出自一个90后小伙曹圣哥之手。 雕塑都是用废旧轮胎制成的。 近日,记者在河北省邢台县黄寺镇谭村见到了正在工作的曹圣哥。 在曹圣哥家的院子里,除了雕塑外,还有大量废旧轮胎堆放在一起,这都是他从各个摊点回收来的。 曹圣哥告诉记者,近年来,由于车辆日益增多,每一年的废弃轮胎也逐渐增多, 这些轮胎大多无法有效处理,对环境造成大量污染。 曹圣哥在大学时,学的是平面设计专业。 于是,他尝试着将这些轮胎做成工艺品,这样及环保,还能发挥所学专业特长。 他的第一件作品,是用废旧轮胎制作的一头雄狮。 他利用轮胎的激励,把雄狮的肌肉感表现得唯妙唯肖。 雄狮双目炯炯永生,看起来十分霸气。 据曹圣哥介绍,制作一件轮胎雕塑,包括设计图纸、搭建框架、镶嵌等多个工序,需要裁剪上万块轮胎碎片。 4年的时间里,曹圣哥回收了近50吨废旧轮胎,制作轮胎雕塑工艺品近百间,他的手艺逐渐成熟。 可如何将这些轮胎雕塑卖出去,却让曹圣哥倍感头疼。 这几年,他靠卖工艺品,仅仅收入了4万余元。 曹圣哥说,是家人的理解和帮助,让他坚持了下来,说起未来的打算。 曹圣哥说,他想做一系列的历史人物,用轮胎雕塑展现中国传统文化。 我喜欢中国这些传统文化,所以说以后我打算就是用轮胎去做一些这些文化的一些东西,一些雕塑吧。 比如说那些三国,三国题材的,或者是水浒题材的,或者西游题材,就类似这种做那么几套,这是我一个梦想。